好,那各位把板子跟USB線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呢,我們要先檢查它有沒有被驅動 那所以你到開始電腦這邊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管理 我們先去看一下它的驅動程式有沒有被抓到 然後點一下裝置管理員 好,這邊很明顯的它沒有被辨識出來 所以它的驅動程式還沒抓 那驅動程式還沒抓 我們就要去裝一下 好,那驅動程式在哪裡呢 你剛剛下載解壓縮的地方 好,這邊有一個Arduino資料夾,點進來 好,我說明一下 如果你買的板子是原廠的 或者是那個做的長的一模一樣的Arduino 你就裝這一支 那如果你買的是那個上面不是印Arduino或不是印Uno 它是很便宜的板子,那種香榮板 那你要裝這一支 這兩支都裝的話就天下無敵 什麼板子都認得出來,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先把Arduino裝起來 然後它問什麼你都要說我同意 要不要嫁給你我願意 下一步全部都下一步跟安裝 都是這個位置 好,然後這個是它的部分 然後這個CH341呢 也請你把它點進去 那點進去之後 這裡有一個Setup 你玩電腦呢 Setup一定要認識 大部分的安裝軟體都 名字都叫Setup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然後Install 這兩個都是安裝的意思 好,點一下 然後它等一下就跟你說OK 因為這一支驅動程式是對岸來的 所以你盡量你的資料夾 盡量不要有那個反體字或簡體字的名稱 有時候會出現錯誤 所以你盡量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然後那個資料夾不要是有 反體字或簡體字 這樣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所以它跟你說安裝好了 這個就可以關掉 好,這下方版的驅動程式就裝好了 然後剛剛原版的那個驅動程式還在跑 那等一下它還會問你 那反正不管它問什麼都回答是 下一步這樣子 好,麻煩把這兩支驅動程式裝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認得所有的Arduino板子 不管你是去哪裡買的板子 通通都認識 好,麻煩把你買的板子 那邊都掛掉 然後你買的方面我們就分給會吧 那麼,我要買的教授 然後你買的 moves 老實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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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解析度看起來蠻高的,到我們那邊看起來蠻便利的 你剛剛有調幾個? 我們剛剛調1280 可是你廣播的畫面感覺只有1024一樣高 還是我這邊還沒調,我還沒調 我叫你們調,然後我還沒調 奇怪,為什麼你廣播過來的畫面就比較低這樣? 做成的畫面 還有,我們來做做小事的畫面 所以,我記得想像是一個印象的畫面 說明,不同的畫面 然後,我們一起吃的畫面 感覺很清潔 。